他曾经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曾经健康积极 是什么让他暴饮暴食 体重飙升 生死减肥 讲述一家人的救赎故事 38岁的温米山生活在广西柳州 是当地的名人 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的胖 在2011年 他的体重甚至达到了470斤 猪蹄啊 红烧肉啊 扣肉啊 排骨啊 这几样是我最爱的 在尝试了各种减肥方法 都无效之后 今年3月 温米山痛下决心 要到广州将自己的胃 切除十分之久 强制减肥 我身体要紧了 前年病成我一次 我460了 那时了 引起460 马上引起那个夫妻摔结 夫妻一摔结 马上引起那个全身的气管 摔结 差点死人了 胖哥 温米山 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 名叫温柔 14岁 小女儿温文 7岁 孩子们 如今 是他最大的情况 怎么 牙齐掉了 快点喝牙子 刚从广州 手术归来 第二天一大早 温米山 就骑上摩托车 坐小女儿 去上学了 他喜欢吃这个粉饺 吃不腻 送完孩子回来 温米山 直奔菜市场 两个孩子最喜欢吃他做的菜 去广州手术 20多天没有回家了 今晚他决定好好露一手 做饭对于平时就很爱吃的温米山来说 其实是个很大的挑战 但看得出来 温米山对孩子很疼爱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对女儿的亏欠 陪温米山去广州手术的许他的舅舅 舅妈则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 晚上全家人吃个团圆饭 但是按照医嘱 温米山手术后依然要严格节制饮食 面对满桌亲手做的美食 手术后的他能控制住自己吗 收术后的温米山 第一次顶住了美食的诱惑 只吃了一点鱼汤 看胖哥一个人在家里忙里忙外 我们才得知 胖哥的妻子在小女儿才八个月大时 就因脑流突然去世了 想忙了吗 想了 你还记得妈妈的样子 嗯 我知道我妈妈很高嘛 然后很瘦 经常在我到公园里面去买 还有还有 还有还有那个饭鸽子 我妈妈就会把我买好多的东西 然后买到小泡泡 然后那小泡泡 我买了十几瓶的小泡泡给我穿 在大女儿温柔的记忆里 妈妈在的那些日子 是她童年最幸福的时光 平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会想 因为我喜欢妈妈抱着我睡 以前我想说 我记得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有妈妈都抱着我睡觉 怎么了 乖乖 在温柔回忆妈妈的时候 妹妹温文突然哭了 我们这才知道 在温家的相册里 竟然没有小女儿的一张照片 那是因为 自从妻子去世 温碧善再也没有心思 令孩子去公园玩 也再也没有被孩子们照顾下 带你去干什么事 我想爸爸带我 要姐姐去玩一次 孩子们最担心的 也是爸爸的身体 失去了妈妈 他们不能再没有爸爸了 我们平时在爸爸面前提妈妈 不提 我提过 让我们怕爸爸那伤心 胖哥是小区里的名人 听说他做的减肥手术 邻居们都很关心 刚吃完饭 平时给他做衣服的裁缝师傅 就赶过来看他了 一般人做不了 一般人做不了 对 他这个衣服的腰围多少啊 到这腰围啊 脂脂量不完的 一般脚脂量不完 那那个一米四五的 一米五的脂脂量不完的 然后从这里量不完 然后还要另外一顿 又等过来量不完才的 肚子这里呢 也有六尺 六尺 到时候啊 这份就饭了 还是带小孩 晚上睡不够完 这都像他们 还跟我说两句话说 有些人来 我们帮准备子干一下 当时我下周见了 我都会为他睡着了 他直接昏迷了 像这一门口那里 直接昏迷 一句话不留下来吧 几个温碧山的邻居朋友 相约喝茶 见了一遍忍不住又开始劝他减肥 锻炼 有啥人呢 他睡胖的时候 上厕所 这个手 拔不着屁股 他叫你老婆 你说有多胖的时候 说衣服可以不穿 打丢掉可以 什么都可以丢掉 这个绑也也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 面膝也可以丢掉了 你丢掉上面什么都没了 你脚怎么那么黑啊 这个 他胖了 那个血也不喜欢啊 把那个 谁都血 血瘦树下沉 确保他没有 确保有效果 话说的 说的说的 说的没发气 没发气 不敢发气 伤心 伤感啊 朋友的话 如果放在几年前 温闭善是听不进去的 那时的他 还是柳州钢体厂的 一名断工 身体强健 应于最喜欢打篮球 几十斤里 一个毛坯 一个铁 你拿钳子钳入 给气水断打 你要翻滚 要抽出抽筋翻滚 你说累不累 一下吧 回来 饭不吃 去打个篮球 回来洗澡 吃饭 1999年 温闭善结婚了 妻子是一位湖南姑娘 曾经当过模特 我是怎么认识的 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爱人 也在那里做模特 我旁边去那里 还是认识的 不久 温闭善辞职 夫妻俩盘下一个小商店 她开着小货车进货 妻子则负责 看店卖货 小日子虽然辛苦 倒也过得红火火火 我最多泄了三个半年 只不让人泄了 人家赶了找 人家或者是要赶了找 我自己一个人泄 妈是别 妈是 刚也要扛两百斤 那时候的温闭善 体重只有两百多斤 干什么都有一把好力气 大女儿出生后 夫妻俩还在柳州北郊 买了房子 2006年 小女儿温闻出世 孩子八半月时 一天早晨 妻子突然说 非常头疼 那天早上一起来 叫头痛 你说头痛 我们就去了医院 你以为她是带小孩 晚上睡不够吗 是这样的 这路上她还跟我说两句 要说 有些人帮她吃贝子干一下 当时我下次见了 我以为她睡着了 她直接昏迷了 像这医院 可能也直接昏迷 一句话不留下来吧 妻子从发病到去世 仅仅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没有留下一句话 留给这个男人的除了回忆 就只剩下无尽的悲伤了 我跟她说 认识她以后 基本上家里面是 基本上不要我管 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 对家里面的长辈也是很好 我们到那里就是 啊叫啊叫啊叫 喊了个不停的 你说她多能干 怀孕七个月啊 还去跟我车去要货 去那飞和那 我们有飞和那 医副批判市长啊 都叫她北七百岁 我们把她省起去 我说最后一里要几次 要出什么事怎么办 她还是要去 所以我这辈子就会掉的 就是我妈婆了 那还在这的时候不懂 不懂得去分析啊 我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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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很冷 那时候想你怎么走 想你巴虎 我没等了 昨天其实还挺上心的 连着照片都没有 没办法 帮我这月呢 跟两个女儿 她死了前一条月 她死了前一条月 跟两个女儿去张笑 她都不想张 所以跟她小女儿一张合影 就没有 对 除了这个的时候 除了这个的时候 小女儿就哭了 对 对 对 她也知道了呀 她嘴上不说而已 前两位去张目 我说这是你妈妈 不是啊 你叫她出来啊 妈妈在哪里 妈妈在这里面 你叫她出来啊 温碧山关闭了夫妻俩经营的小店 将孩子送到了乡下父母那里 而自己则一味地沉浸在悲伤当中 从此 暴也暴食 一绝不振 我不要把那种心理心事摆在面上 说句老实话 摆在面上也没用 然后能替你扶担 他替你分担 他替你分担 只有自己分担 说出来干什么 说出这么 这种伤心事说多了 现在人家见多了 你说多了 人家天哪 还觉得这种事算什么了 但是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说句老实话 每个人都有身体 都有被悲伤的一面 自从妻子去世 短短两年时间 温碧山的体重 就从200度飙升到了400度近 而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 每天守着电脑 成了她最大的爱好 你有时候 是不是觉得有时候 真的是体困自己 不是有时候 一直都恨自己 一直都恨自己 直到2011年 她的体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70斤 小货车早就不开了 因为驾驶士已经塞不进她庞大的身躯 此时的她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 因为呼吸困难 连睡觉都需要带着呼吸机 否则就会在睡梦中猝死 我知道我身体不是我的 我的命也不是我的 是为了孩子 还有父母 这么老了 60多岁的人 人家像我这种年纪 人家创业的时候 我还是属于啃老一族 无奈之下 早已经从工厂退休的父母 为了一家的生计 只好到70多公里外的乡家 开了一家杂货铺 从早忙到晚 虽然对父母很愧疚 但是温闭善却始终无法 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直到2011年 一场大病将她推到了生死边缘 八雷多钟吧 八雷多钟 老子一上床一躺在那里 没用力他吸不了气 他说不行啊 当时温闭善因为体重过大 造成全身器官衰竭 虽然经过抢救 接回了一条命 但回到家后 生活却不能自理 照顾她的事情 全部都落到了 年纪12岁的大女儿身上 我470人那种 坐床的蹦跌下来 站不起来 我大女儿 我手机要对了镜头 我也不怕手机 很害羞的话 我跑这里上去 蹲了上厕所 我站不起来 我叫哪个女儿 没有办法啊 叫女儿拿个凳子给我 蹭蹭起来 你说蹭不蹭 这场大病 让温闭善意识到 除了年迈的父母 还有一双年幼的女儿 需要自己 负起父亲的责任 他必须重新振作起来 所以那时候 你说我害不害怕 人家在多大 那你前年还是十几岁 十一二岁 要照顾我了 你说我怎么办 温闭善痛下决心 到广州做了绣状胃手术 也就是将胃的大部分切除 减少食物摄入量 来达到减肥的效果 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屋底下 突然冒出巨大财富 围绕突如其来的惊喜 一家人的纷争也由此展开 屋下有保 一个偏僻山村中发生的离奇故事 手术馆刚回到柳州 温闭善就匆匆要到乡下去 他知道年迈的父母一定特别牵挂他 温闭善的老家在柳州东部的深山里 当天有冬雨 路很不好走 颠簸了三个多小时 我们终于和他一起来到了村里 而温闭善父母拍的小杂货铺 就在村头 坐坐 来 你说的 你见到儿子高兴吗 高兴高兴 感觉他瘦了点吗 我今天瘦一点 肚子已经小多了 以前我看见我都怕 382现在是今早上称是 173.9 这是340 47斤八辣 那里头 175.7 350斤 听说儿子还没有吃饭 妈妈连忙煮了一点面条给他 我真的有点担心 那个胃老是那么小 以后怎么办 他身体这样行不行 没有一样打的 一样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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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妈妈在切猪肚 温闭善开玩笑 自己的胃就是这样 都切除掉的 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 这样子啊 那天晚上的时候 他弄手术要做一个晚上的 会睡觉 躺在那里肚子像伞 一样 躺在这里只能看到自己的肚子 他说不怕一半吃 只怕万一是不是 我都怕万一有什么事啊 到医院翻身 有六个人给你翻身 一边三个 起码有个 小孩有个爸 是不是 没有妈 结果更多没有爸 永远 没有爸 本来就是家庭好好的 贪生这种 开杂货铺头绪很多 老两口吃住都在店里 已经六七年 没有回过六州的家了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我们买房里买那么多年 没在六州过过一个城前 煮饭什么 两个人老了 在这里随便煮着吃 晚上的开这个床服 睡这里 开这个小小的床 你看都肿 都肿 嗯 好肿耶 就因为他这个做手术 就没有时间去看是吧 是啊 每次给我亲咱 都是你看 都是我们拿两口 一咋咋 这样咋 拿上来买咋 那不是 你看 都是我们自己 正说着话 有人要塗装水 温闭山的父亲 连忙骑上电动书 给人送水去 温闭山 看在眼里 又是一种心酸 我父母 要不是 不是为了我的话 像他们 他们需要随便 靠这个 他们退休金 过个 输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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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 为了我 还是家里面奔多 三十几斤一桶水 我爸去帮人家 做提水 给人家 三十多年 像六十多岁的 温闭山的妻子去世时 孩子才八个月大 看着儿子 一味陷在悲伤里 不能自拔 父亲 只好将小孙女 抱回乡下 七个月是我带大 所以她现在对我的感情特别伤 那时候挺难的吧 难 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 带一个小小的女孩 什么也不懂 我不知道 一个晚上的哭啊 我就抱着起来 摇啊摇啊摇 但是也不知道是热了 还是口干了 还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那现在跟我爸的感情最好 我爸那时候 一把 一把五十斤 到了两个月 两三个月 我爸收了一把二十多斤 哭啊 妈妈 马上回来 我爸偷偷偷走 他就把他拍下 他叫 因为我们两个都拍下 爷爷 爷爷 我记得我爸怨猫 要抽出门去 爷爷 那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嗯 你怎么回事 你回事 我回事 你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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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见儿子了 中午 妈妈做了一大桌子 她喜欢的菜 但是分比善 还是拒绝了 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 她减肥的决心 回到柳州 从不喜欢运动的温比山 第一次来到了小区的健身器材边 开始的锻炼 小女儿温文开心急了 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自从妻子去世 这个家里至今还没有一张合影 我们也希望从这张照片开始 文家相册里 像这样幸福的合影 会越来越多 而文比善也将逐步负起 对这个家庭的负责 对这个家庭的责任 都会让我们再次看到了 我们下回来